这个公式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分好几个阶段 先用LEN再删减掉LEN再REPT大概就分三个步骤吧 最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其实好像也是颇麻烦的 可是你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你希望直接跟CHAPPE讲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地方的公式 OK这个地方的公式产生 那将来我就是希望说你帮我产生 我直接就只要复制贴上 这件事情就完成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也蛮简单的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你当然就是开启这个CHAPPE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打开 那我一般习惯会把它稍微缩小 为什么稍微缩小 因为你要浮动在上方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相对位置 哪个出身格的位置你要告诉他 那我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 反正以后的话 我们将来一定会把公式贴到这边这个位置 所以你就假设说你现在游标已经放在这里 然后你再叙述你的需求 这样子基本上应该就蛮容易正确的 那如何做啦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也不用想太多 然后这个用词 尽量也不要太多的罪质啦 或者是什么 反正你就是大概表达应该要有的 那理论上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需要写一个这个Excel的公式 就是这样 这个就Excel的公式 所以理论上我的开头 所以第一步请你登录到CHAPPE 第二个的话在下方 当然因为如果你把档案传给他 我觉得反而更复杂 你还要叙述你哪个资料 哪个工作表 等等 算了 我们就直接不用传给他 我就直接用叙述的 那直接先 我的习惯是先跟他讲说 你要什么东西 我要一个公式 所以就是比如说 当然礼貌一点 请帮我撰写 或者请帮我写好了 这个Excel的公式 当然关键是Excel的公式 逗点 然后呢 我们的需求就跟他叙述一下 那我的需求是怎么样呢 就是 针对哪一个 针对G4这个储存格 就是怎么样 帮我计算 公式里面的话 如果假设你一定要会用到 REPT加LEN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说 用 LEN函数 当然这个是 你有指定 当然你如果不指定 他会自己让你挑出 更好的 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用REP加L 可不可以 可以 很多其他的方法 会不会更好 你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你就是再加上那个 跟他讲说 计算 那直接跟他讲这个位置叫G4 就是不足什么 不足3码 不过我建议啦 像这个3码有时候会打中文 对不对 我建议啦 你应该打数字 因为有时候好像他 因为这个是美国那边设计的 所以他们其实对那个 国字123这个 其实他们有时候搞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打那个 那个中文123 他有时候反而判断错误 可是反而打这个 但是 理论上是 当然你写作文是不行这样啦 不过为了让他好辨识 不足3码在前方 不足3码在前方 或者是不足3码在什么的前方 不用啦 在 在居士前方也不用啦 你不用讲那么清楚 因为有时候你大概 没错 你就直接把他这个 因为他没那么笨 我发现其实你也不用讲 讲的太琐碎 如果很琐碎没关系 其他修正有OK 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会先 先帮你怎么样 把你的问题 先再叙述一下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 Excel公式 来计算居士 字数不足3码的情况下 在前方笃0 所以理论上 他应该比较精确的 叙述方法就是这样子 在计算居士 所以以后如果 你要 比较让他能够理解 他会重复一下 repeat这样 他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他就会直接把公式产生了 这公式很熟悉 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串 跟这一串 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 好像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你想说 那我刚刚这么认真干嘛 我直接告诉他就好了 这只是一种例子 而且后面如果有更复杂的 你也是全部都告诉他 他全部都会写出来 那剩下来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像刚刚那一段我们做完了 有没有 我们其实就是 把它选起来复制 它上面有个复制程式码 不过这个复制程式码 它会多一个换行 贴上去好像公式会多一个换行 会折行 所以一般我个人习惯会直接把这一段 选起来复制 有没有 然后就直接贴过来 另外的话底下他会解释一下公式的运作原理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不太懂那个函数 到底他给你的是什么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顺便学习 这蛮好的 如果你还是不够了解 你还可以在底下补一下 比如说哪个地方不清楚 你可以再跟他讲 请帮我再详细解释什么什么地方的原理原则 他会给你一篇文章 你就慢慢看好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强大了 OK有没有 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一串 把它复制之后 后面贴 假设我把刚刚这个地方 的东西删掉好了 然后我就直接重贴算 OK 如果假设我们要回到最前 最早之前 打勾结果也不一样 一样嘛 所以如果你选的话 我想应该你会选 用AI产生公式 这一件 这个方法应该会非常简单 当然有的地方我是觉得 如果像比如说 把它变成另外一个 区码的部分 其实 用AI反而有时候麻烦 你干脆直接改有时候比较快 不过这个前提是你自己可以斟酌OK 另外的话当然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用REPT 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是已经有跟他讲说用这两个函数 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再复制 但是我不要指定的话呢 他会不会给我不一样的公式呢 当然会啊 那结果是用什么函数呢 我不知道 所以把这两个指定拿掉 类似这样 直接把问题丢给他 看一下 他又把问题再去述一遍 那你会发现 怎么突然间变简单了呢 对没错 然后他这边有给你另外一个函数 用TEST 有没有 那这个TEST 其实主要就是说 他有一个叫做格式化的这个算规则 然后呢 这个格式化只要你给三个零 他就知道你一定要是三码 那四码一定就是四个零 一十类推 然后呢 你只要把你的资料给他 他就帮你把它格式化 这个叫TEST 那TEST 其实 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文字 不过在这里的话 他这个函数呢 应该可以解释为叫格式化 有没有 格式化函数 OK 然后这个公式的作用是将什么 G4的数值 有没有 他这边有格式化 成至少三码的数字 如果字数不足三码 自动在前方补零 他有提到 所以其实说真的 你不用脑袋里面不用记太多 你只要知道如何跟AI沟通 我发现他等于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高手 应该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OK 躲在电脑里面 随时你问他问 他就会马上给你答案 目前还是简单 以后还有更复杂的公式 还是瞬间帮你写出来 而且写完之后 他好会解释给你听 有没有 你看一下 他答案就在上面了 我说真的 有这个东西你干嘛买书 说真的 书里面还没写得很清楚 看半天还不知道干嘛 对 还用还做不出来 对 这个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我写VBA程式的话 哇 瞬间写出来 马上执行就正确了 以前很难很难的东西 可能很资深的工程师 还写不出来程式 写出来就贴上 马上问题解决了 这简直 让我觉得这个太恐怖了 而且他才刚推出来 还没有满周税 OK 居然有这样的能力 我是觉得 底下他还帮你比较一下 如果用G4 这个方法 如果什么 内容是文字的话 对 他比较一下 如果是数字可以用这个 因为里面刚好是84 可是如果你这样要格式的资料 并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文字的话 那你用上面不行 只能用下面 下面就是用REP加LEM 所以他起来还蛮贴心的 他会跟你比较说 上面方法 只适合用数字 下面的方法 才比较适合用文字 OK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所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再贴到底下这边 然后一样我把这个 那我是建议如果你这个 因为我们已经有公式 你会删掉 那等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会把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所以你可以拖拉的时候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会有加2 再把左键放开 他就有个综合练习2 或者你这边可以再把它补一下 2的话改成 点两下 重新命名叫test 那你就可以把 刚刚他给你的公式 直接就贴到这个位置 把它盖过去 有没有 这样子 打个勾 向下填满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这边应该就 这边一样 这边就把公式贴上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H4不就好了 然后向下填满 那就OK了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rept加len 一个是test的版本 那请各位试试看 OK 所以这个不难 但是很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第一个 请各位自行登陆Google 不不不 小GP帐号 先登陆Google 再登陆小GP帐号 那第二个的话 你就把这个问题叙述一下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 打这一串应该没问题 请帮我转 开头一定都一样 然后呢 用哪些函数补一下 用rept与len 然后做什么呢 就帮我计算G4 那我怎么知道G4 其实我是看在 看着它 G4的字数 不足3码在前方复0 OK 大概是这样的叙述 也不一定每个字都一样 反正你可以照你自己的自然语法 去表达 OK 大概是这样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alle デュerta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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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